这个是何局势 何美慧局势的问题 他学生的父亲于今年往生 因为他老人家犯的是皮肤癌 又经化学治疗 所以经常是痛苦万分 还好了他念佛两年 个性又开了 对死一死似乎无所畏惧 头脑十分清楚 往生前一天告诉家人 这次他要走了 说完之后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了 医生说他差不多了 于是用救护车送他回家 回家极小时候才断气 就如安睡一般 表情安强 瞒了他老人家要在家中断气的运 家人帮他念佛八小时 丧气全家吃素 丧事简单 一切都以他老人家身前所交代的办理 请问师父 人物往生是先走了才断气 还是断气才走 为什么本来痛苦的表情 说完要走之后 就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了 如安睡一般 他师父往生善道 学生因情之深重 还时时常挂念家父 请问师父如何断这个情之 那么从你这个话里面 我们知道你父亲走得很好 那么他的痛苦是业障 经过这个痛苦的折磨 他在走之前 他的业障消了 业障消了 这是好现象 癌症是现代病重里面 比较严重的症候 其实这也算不了是什么 致命的大病 许许多多的癌症的人 不是病死 而是被癌症的 吓死 如果你对于这个症候不在乎 我必须理他 他的伤害并不是很大的 可是西医对这个确实是 束手无策 中医有办法 如果经过开刀 经过化疗 中医也就没办法 他只要不开刀 不用化学治疗 中医确实有办法 拯救 这在中国大陆的例子很多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 他不相信中医 因为中医不是科学的 现在都相信科学 你一信科学 吃了大亏 那么你父亲走的这个状况 好 做得很好 他念佛 我们相信他念到功夫成品 他也能够预知失知 走的只要是安详 没有恐惧 即使不能往生 也决定不得我道 如何能判断他是往生 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他就决定往生 这个是《无量寿经》第十八月 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 就决定得生净土 那么你要怎样断这个情职 很简单 你好好的老实念佛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母女就见面了 这个妇女就见面了 就可以常常在一起 她到极乐世界去 你要能去得了 好 好 好